以上是针对这个格式 记得做完这个格式 我们先把这个数字格式先关掉 记住哦 因为这个格式啊 它后来好像到2019年 提供了一个很棒的功能 就是它可以复制格式 然后贴到别张工作表 你现在所做的这些格式的定义 就可以直接套用 你就不用每次都去修改 标题字要多大 然后这里面穿格的文字的格式标签是什么 好了 接下来我们要准备 把这个档案储存起来 档案另存 其实第一次存 当然你可以点储存或另存 其实说指的是一样的 例如说像现在我点存档 请注意我是存放在这一台电脑 我自己指定的一个地方 例如说我的低词别机的这一个课程 底下的中华电信 然后的成品 好请注意 存档类型 你一定要帮我存成这一个 因为等一下我才能讲这个档案到底在做什么 这边有两种档 一种是TWB 一种是TWBX 最简单的一个区分就是TWB是没有包含数据 对所以你下午就必须要了解什么叫没有包含数据的TWB 还有一个是有包含数据的TWBX 也就是有包含这个有限电视定户数及普及率 好请选TWB 然后请把这个内容改成就是有限电视 有限电视统计 那通常我会标注分析的日期 分析的开始日期 那就是0908 就是今天的第一个档案 好因为今天可能会阶段性的完成第一个档案 第二个档案 第三个档案 好存档 这就是我们先完成的一个视觉化分析 现在时间刚好12点 所以我们可能要暂时在这边先讲到视觉化分析的格式设定 我相信这个地方你不难去掌握 只是最简单的一个方式就是按滑鼠右键 我觉得这样会比较好 设定格式比较容易去找 那请记住这里面的窗格是在这个地方的控制 好然后这边多增加一个功能 就是允许标签覆盖其他标记 否则的话这个项念这是不会出现的 好